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硬派厨房有限公司的老板兼主厨 蔡瑞宇先生 以及共同创办人黄冠豪先生 来到我们人物专访 你好 你好 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学豹以及冠豪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一开始啊 我很好奇你们硬派厨房的品牌名称由来 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我们当初研发搞得太开心了 完全没有顾虑到成本的问题 后来在开始卖商品的时候 才发现我们的成本病得太高 所以做事情做起来就是很hard call 每件事情都必须靠我们 很多是有时候是爆肝去把它补起来的 所以才会叫硬派厨房 因为它的核心精神就是 很硬的去执行它 原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知道你们其实很用心在这个品牌的当中 对不对 那你们一个创立品牌的一个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其实我原本是卖便当的 它这个便当里面有一些 比如说像苏菲的料理 后来被我在MMA协会的朋友们就是说 东西弄得那么好 那干嘛不把它变成冷冻商品干脆卖给我们 他们不用在午餐时间硬要跑到我那边去买便当 他可以直接拿冷冻的商品回家吃 这是原本一开始的构想 然后一开始之后就把它变得很多种口味 把它丰富化 所以其实是在于你们其实还有在格斗上面是 其实有利于他们的食物的一个算是说摄取 对所以你们有出现不一样的变化在输肥肌肉上面 对那后续的话就是在这样子创立品牌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人事物上面的挫折 那你们怎么去度过 挫折这回事在现在依然是无法解决的课题 是因为我们很坚持我们没有要囤货的概念 所以我们每一周集定单一次 它必须要隔周才能出货 所以我们的客人有时候会等11天到甚至两周的时间 才会有办法拿到我新鲜制作的肉 我们的肉都是用当周写的新鲜的肉 然后酱也是每一周都重做 所以这间接导致了它在这个快经济的时代 没办法今天下单明天就出货后天就到货 不可能来我这边拿货就是要等 零食要拿一点零星的也不会有 它必须在最新鲜的状态就交给客户了 所以如果要吃我的东西一定得等 那这个算是我们经营者的臭脾气跟坚持 其实直接导致了我们有很多单子被流失掉 因为客人没办法等待的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们后续也会响应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去解决 那我觉得就是忠实客户还是会一记先把它买起来 对不对 我们有客人就是每隔三个月一次订一两百克 他这个一两百克他消化完了下一批在订的时候 好喔你又出新商品了 你又出新口味了 他就跟着一起买 再订个一两百克 哇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然后也是看到客户真的是会失心疯欸 我的客户传照片给我看 他说我买了一台卧室冰箱因为你 哇塞 而且我不止一个客户这样子干 就等不及了 然后就订起来 这样子还买了一个冰箱来存放 那后续就是在你们经营品牌的一个核心里面 想要跟我们传递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做菜的概念 在做舒肥的商品之前 先做菜 你必须先把这个菜的做法精神全部都做起来之后 比如说道地的日式风味道地的美式风味 你要先有概念先把它做起来之后 然后开始动脑筋想说 第一个他要怎么把它舒肥产品化 第二个他中间的连结跟台湾的口味的味蕾的连结 可不可以缘得起来 比如说我在做美式BBQ的时候 我就在啤酒跟苹果的洋葱酱汁里面 我加了一点点酱油进去 我透过提高里面含有酱油的比例 去产生你对于它的味蕾的习惯度 你不知道里面放酱油 可是你的舌头是知道的 你会觉得它很清明 很有一点亲切感 即使你在吃异国的料理 你也会很有亲切感 这个东西 尊重原本文化的味道 是客人对它的印象 我在里面偷偷买梗 让它符合你对于味蕾的记忆 童年的记忆 这两个东西合起来 才能做商品 所以任何的商品 我们任何的食物出来 都是要先有做菜的精神开始做 如果今天我做菜的时候 你不会放鸟飘离痕甘酸 你不会在里面放碳酸氢 你不会放这些食品添加物 那么你的产品就不应该有这些 不该有的东西 它才是对的味道 所以你要诚实面对自己 用做菜的精神去做你的产品 就这么简单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叙述当中 是看得出来就是硬派一定都是用最原始 希望我们顾客吃到是最单纯的那一个味道 我们吃得出鸡肉的香味 吃得出鸭肉的鸭香 鸭肉的鸭香 那后续在你们产品的一个特色 非常多样性 那可以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怎么样的一个产品特色的介绍 产品的特色的话 我通常在研发的时候会从顾客需求的脉络去想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我在研发我们的腿霸系列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正直 我跟我女朋友交往好多年了 我带了我的四种腿霸的产品 去看我的岳父 岳父当场拆了一只吃 觉得他说很好吃 这可能是客套话 回到家后我就一直问我当时的女朋友说 爸爸后来把剩下的三只腿霸怎么样了 他就问妈妈 妈妈说 爸爸把腿霸拿去给爸爸吃了 我的岳父把腿霸拿去给他的岳父吃了 每个台湾男人都有 好像都有岳父情节 都是有点怕岳父的 好像人家拐了人家的女儿一样 可是这件事情 对我听起来我是很感动的 第一个是 我的商品其实是90几岁的阿公吃的豆的 所以我的岳父敢拿这个产品给阿公吃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这是长辈对于我的生产的产品的味道的认同 所以他才敢拿去给他的长辈吃 他最害怕的那个长辈 所以每个人都有岳父情节 岳父拿给岳父吃 这件事情我可以得意一辈子 那我的商品另外一个特色是 一样从人的需求开始 总是有一批就是想要碰厨艺 但是却没有不得其门而入的小朋友们 他可能大学刚毕业 他想要展示一下他的贤惠 不管是想要跟女朋友耍浪漫 还是这样男朋友展现自己的贤惠 我的鸭胸跟牛排在圣诞节的时候 都是卖到断货的 为什么 因为正面三分钟反面两分钟 口诀就这样 每个女孩子都可以拿着他的平底锅 很轻易的 他再烫一点 烫一点玉米笋 烫一些桀瓜 拌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摆盘了 对于他来说是厨艺的入门课程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我在帮你省 省去拿到食材处理的时间跟脑力 他可以比较简单的进入这个世界 然后可以比较容易在厨艺上面达成成就感 所以我们的产品 不同的精神 比如说你想要陪爸爸喝一杯 可以有这个系列 你想要带给女朋友一些浪漫 可以有这个系列 我们每个系列的产生都是 因应顾客的情感需求产生 所以我们讲硬派厨房 是一群铁汉在做事情 但是背后要有柔情的存在 铁汉要柔情 我在研发料理的时候做的很Hardcore 但是其实我们的心思很柔软的去看待顾客的需求 这是我们产品都会跟情感有很强悍的连结 其实在每一个系列里面 其实都有人生很多小剧场在里面 对很多心思 好有趣喔 好有创意喔 而且其实像刚刚那个下班 就是可以陪爸爸车一杯 那个我自己也非常有感触 等会立马下单了 那后续在你们官网的设定上面 我觉得非常有风格耶 可以由冠桃这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主要就是 因为我过去是做跟男装比较有关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商品可以跟一般的电商呈现食品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过去来讲我们看到的呈现食品的方式都是尽量呈现食品最爱的一面 包括很多的肉汁或夹满起司 对 这种这种画面 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 我们希望每一支商品都是有它的故事性 有它的概念 所以我们的食品 从食品的照片来讲 就呈现了我们硬派厨房最一开始的一个模样 硬派 然后比较强悍的那个 那一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强烈的光影 可是当我们回到了像鸭胸牛排这些比较柔情的一面的时候 我们的光泽又变了 然后我们的照片也不是很刻意的去强调肉汁的这一面 我们反而是强调更多的人 我们的每一组商品都是以人为出发点 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食品这种东西吃进去肚子里 它不应该就只是生存 它其实是一个生活 我们真材实料的背后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大家 透过吃这些真材实料 去得到了一个 我们生活的模样是怎么样 我们生活的记忆是什么样的记忆 对 比方说这个甜味 那可能它勾起了我们小时候吃的 我好像小时候吃过什么东西 我在吃这个甜味的时候 它唤起我小时候的某一个 可能回忆 一个故事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食品 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 比起像是在卖冷冬食品 我们比起像是在盈利 我们比较像是一个 记忆的传承者 我们想带起一个食品严重性 我其实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我觉得其实 大家现在在吃东西的 应该是说大家现在的速度步调太快了 很少时间去品尝品味餐点 但我觉得你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一个故事呈现让我们再次回忆 让我们知道要慢下脚步 好好的陪伴 以及好好的将食材好好的咀嚼在口中 哇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动 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好了 就是像我们在研发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压力很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 我们的一个 很经典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希望去找到一个食品的蓝本 比方说像西金烧 甜熊酱 我们同时又要加入一点 我们台湾自己的味道 可是这个东西的平衡是很难抓的 所以像我们的学保他就会说 我们可能加入熟悉的味道3% 5% 或10% 但我们必须要抓到一个很精准的 因为多了 他就会把原本的状态给打破 比如说你以新金烧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为淋为主轴 酱油为辅的一个做法 在这里面 其实原本是没有豆浆的存在的 可是我为了要 因为吸金烧嘛 涂在鱼肉上面之后有点脱水干燥 再拿去烧烤 在我们苏菲的难度上面来说的话 它是不会有酱汁 可以这么干燥在上面的 所以我需要找到一个 把酱汁扒在肉块上面的介质 那我们最后的方案是 我们其实 当时在试作的时候选用的 也选用的酒区米区 盐区跟豆浆 后来我们学的豆浆的扒附的性质是最好的 而且台湾人对于豆浆的味道其实 我藏在里面 你吃的时候没有感觉出来 可是你的味蕾 会跟你说 我吃过 其实是一个调味的魔术就是 这个豆浆在里面应该占有多少比例 其实吃起来味道 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可是就是这个差别 会觉得会勾起就是 它会不会破坏掉吸金烧酱汁原本的味淋跟酱油的味道 跟它到底能不能成功引起你味蕾的记忆 它差一点点都会 差很多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纠结在于 3% 5% 15% 来全部都输肥都吃吃看 所以我们的做实验就是这样子就是很 很细致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 或多输肥半个小时 少输肥半个小时 交叉比对 现场的鲑鱼有8种 同一个口味就有8种比例 吃到很怕 测试到很怕 PTSD 我三天内都不想再看到鲑鱼 差点我们要改吃素 改吃素食了 太恐怖了 其实是在这样 不断的实验测试的 过程当中 找到那个 1%最对位的味道 把它给记录下来 我其实就是埋心眼希望 他记到底 让你觉得他很有一国风景 可是事实上又跟你的 人生的味蕾的体验很有 共鸣感出的东西 这个东西他的共鸣 通常我们都藏在里面没有跟你说 他就是我们想要买一些故事在里面 所以 有时候 客人未必会立刻就理解我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我们的脸书的精灵很喜欢跟客人聊天就是 写一写 我要讲故事 我必须跟你讲故事 你才知道 我用心在哪里 不然我们默默的用心 不一定在第1次就吃得出来 藏了很多隐藏版 跟小细节在里头 魔鬼藏在细节里 我们冰菜厨房其实是 我们特别喜欢去藏一些小 小梗 甚至我们的口味其实还有一些原本的名字 像我们有一个最近的新品很有名 叫和尚头 和尚头他原名非常的长 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标签值没办法夹到这么长字 他其实一开始是给爸爸吃的 就是 做给爸爸吃的辣椒豆豉 硬瓜 什么和尚头 一大串 太可爱了 最后常跟我说 你确定贴纸要这样子硬吗 我说好 我改善 我就把给爸爸吃 做给爸爸吃的这题 把它拿掉 但是其实 我就会跟顾客说 这个东西 我用辣椒去练 用牛油去练辣椒 自己练辣油 然后加上硬瓜 加上豆豉 加上湖底油 它其实很有台湾风味 可是这个辣牛油的炼制又是外省的手法 我把台湾爸爸跟外省爸爸的两种 共同回忆把它合在一起 去做这个牛肉 所以我希望这一道凉拌的牛肉是切起来 不管你的爸爸来自于哪里 你都可以说 爸 来一杯吧 都可以跟他喝一杯 辣椒辣椒这样子 其实这个也有隐藏版的故事没有说是 他其实也很适合 甜白酒 所以其实 也可以跟妈妈喝一杯 其实两种我都算进去 你们真的是太细腻了 也太浪漫了吧 吃料理 吃的其实 不是料理本身 吃的是 人的情感 跟故事 有情感 东西就好吃 没有情感 就跟山珍海味 只有一个人吃饭一样 没有意思 太感动了 真的是太感动了 那后续就是假如 你们品牌后续 短中长期的规划愿景 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下分享 其实 我们家的东西 是很笨的 我们不愿意放人工调味料 能工添加物 什么鸟飘泥和甘酸之类的 我们 鸡肉放鸡肉香精 你有意思吗 没有意思 所以我的食品的 成分表 打开来看 只会有食材 不会有添加物 这是绝对的坚持 没有 含扣的空间 那既然这样子的食物 我希望 每一家的晚餐桌上 都会有一样 一家的产品 这代表了 味蕾的原点 就是 鸡就有鸡味 牛就有牛味 它应该是什么味道 就应该被老老实实的呈现 然后希望 台湾人的餐桌 都是这样子 干净的食物 不要后面配料表 长长一串 跟化学元素表一样 这是我们看的 很痛心的东西 那如果是忠诚的话 我希望把这个东西 初步的做 进出口的买卖 让香港人 让日本人 看看我的 东西 苏肥 是真的苏肥 可以吃到这样子的软嫩 我真正的长期目标 是希望可以做到欧美的生意 我要进到比如说大华超市 这样子 什么意思 苏肥是他们那边 源起的手段 料理手段 可是我想让他看看 我们调味的手段 我的调味 融合了很多台湾精神 融合了 台湾人对于世界料理的 各国料理的理解 他们的苏肥的产品 并没有什么味道 或太多的调味 我想让你看看 你的苏肥手法 如果配合上我的金银蒜呢 配上我的三杯鸡的酱呢 常常看台湾人对于 味道的理解 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让国外的人 吃到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有朝一日 真的是可以看到 硬派厨房 已经宣扬到国际舞台上面 然后 后续 假如有年轻人 他也想要在 这样食品业当中做创业 那两位老板 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会先讲 热情 但是我指的热情 并不是一种 就是 单纯的 看到说 这个行业 现在很兴盛 我投入这个行业 我可以赚到大钱 或者是 单纯的说 我现在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才投入这个行业 我希望 大家去理解到真正的热情 它不应该是一种激情 它是一种 很缓慢 就像我们的背景 打拳一样 我们必须意识到 工作永远都是枯燥 永远都是痛苦的 但是 在面对这些痛苦之余 我们还是持续的 负重前行 我们从来没有选择要倒下的那一刻 我们就是 一直持续的走 缓慢 但是持续的处理 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热情 所以所有的 创业者 不管是年轻的 还是 可能比我们年长的也好 希望他们去 记住这个 最原始的这个 热情的感动 我希望他们可以记得 一定有一项失误 是你真的 可以这样子 付出一切 然后 负重前行也无所谓 对 那你才 我觉得这个是创业的一个根本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根本的话 那可能比较像投机 比较不像是真的在创业 讲得非常好 我这边的话 我觉得两件事情是重要的 一个是 骄傲 跟 责任感 我先讲责任感 因为就经营的层面来说的话 老板是最后一条防线 要帮所有员工查缺补漏 公司是 经营者所持有的 事实上 团队的任何一个人 出包 做错事情 都等于我做错事情 我都要出来跪 如果你没有扛这些责任 概念 或担当 不要做老板害人 小朋友做的事情 一定是你没有交好 或是你没有提醒好 或监督好 这个东西 你也有责任 你不能把人家当上这张 记忆品卡 然后结束这回合 这是 不道德的 第二个是保持骄傲的心 我的骄傲不是叫你 保持趾高气扬的精神 而是 我为了我的产品骄傲 是因为我在中间 做了很多不可妥协的坚持 我之所以这么坚持 所以我可以骄傲的起来 而不是说 我无条件的就要对他 很有自信 很有骄傲 不对 这个骄傲的背后 代表了我付出的努力 跟坚持 跟没有妥协空间的 无数次的在 工厂说 不行 这样子 不行就是不行 你能踩得住这些点去做 尤其我们做食品产业的 一点误差都不可以有 有误差你就是该要出来跪 所以你可以骄傲的起来 如果你没有对你的产品有这个心 就不要讲这个话 就不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以我们食品业界的话 我觉得综合 刚才冠豪说的 我们热情 骄傲 责任感 三则具备 欢迎加入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开心 可以听到 雪宝以及冠豪 你们在这个创业道路上 像格斗一样这样子奋斗 然后又像 铁汉一样柔情 在食品当中 很用心 在说故事给顾客听 也很期待 未来 你们有更多的通路的出现 大家就可以享用 在全台都可以享用到 以及你们有机会也一定 可以走上国际的舞台 我非常期待 今天很开心 你们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你们来 谢谢 谢谢 谢谢